上海男排昨天赢球 复工彭世昆 贡献了全场最高的14分 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四川人 而这场比赛 也是他新赛季 加盟上海队之后 首次在联赛当中面对老冬奖 赛前训练 上海队这位满脸笑容 跟队有快乐互动的小伙 就是彭世昆 他出生于2000年四职复工 也是一名国手 昨天这场比赛 面对老冬家 童世昆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感觉 好像时间感觉过得有点快 好像之前跟他们在一起 场上打球过了两年 这第三年就突然变成对手了 反正感觉有一点收不出的感觉 但是毕竟大家都在场上 哪怕是隔往相对的话 这种感情还都在 作为国内新生态的球员 同时坤在日本排球联赛 挣扎了两个赛季并收获联赛冠军 本赛季加盟上海南排 虽然跟队伍磨合的时间还不长 但不管是他昔日在四川队的教练 曹华叶还是如今的主帅沈群 都看到了他的进步 到日本回来 我第一次现场看见他打比赛 我觉得他最好的就是 通过日本的联赛 他整个打球的气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还有就是包括他的思维方式 有了一些改变 在南网包括进攻上面 比以前更有特色 包括我的第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那个高度 比以前还要更高了 而且他那个打线路 他会变现 这个比以前要做得更好 首先我觉得他还是从身体上吧 从心理上 因为我们也有专业的体能师 和康复师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上 会更系统一些训练 那么我觉得在大坤 在身体方面 我觉得在最近的时间 提高挺快的 那么希望他保持吧 因为他年轻 我觉得他也是中国未来希望 希望他能通过自己的提高 然后把整个中国南牌水平 也提高一块 包括现在在俄罗斯打球的张颜英 也希望就是他们能够 真正的能够撑起 中国南牌以后的这个未来吧 参加完巴迪奥运会资格赛之后 彭世坤很快来到上海 本赛季同样加盟上海队的外员 库比亚克跟彭世坤一样 之前在日本联赛效力 他也是中国小伙 成长的见证者 我认识了他三年 当他第一次来到日本 他当时不太好 但现在他真的增加了 他是一只猴子 非常好阻碍 非常好阻碍 所以他肯定是一位中阻碍 中阻碍 他也是非常好阻碍 在球场上 彭世坤虎虎声威 球风犀利 来到场下 他又变回了一个 谦虚有礼的大男孩 日本排球媒体 这次也来到上海 拍摄他的节目 在接受采访时 彭世坤为了不让记者姐姐太辛苦 自己的两条大长腿 只能匹差站着 据日本同行介绍 彭世坤因为球技和性格都很好 在日本有不少喜欢他的球迷 彭世坤在上海队队员中 年纪算小的 但他家伙都喜欢叫这个 两米一三的大高个大坤 他也希望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未来在更大的舞台上 绽放光芒 也不知道谁给我取的外号 好像从国家就开始 就大坤 可能看我个子比较大 他们就叫大坤 我希望能够 每个方面都有一些进步 就不能说为了打比赛 希望我能有提高 包括万一为我自己以后 包括一些国家队的比赛 包括万一我以后 还有机会去 其他就是不打球 这都是对自己的一种 是什么 自我其身吧